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8月5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个呢,比较专业的话题啊 就是这个股市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啊 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美国宣布说啊,他们的失业率啊,又上升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听到说呢 就有一个说法,就担心呢,美国的经济会进入衰退啊 然后就不断的听到说啊,股市下跌下跌下跌啊 那么今天是星期一啊 我就看到铺垫概率的消息啊 说是这个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 那么我不是金融专家 我就给大家找出来两篇专业性的文章啊 相当于我去采访专家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篇文章呢,是来自于这个第一财经的一篇文章 它呢,是从这个美股星期一的表现啊 主要就是啊,这个著名的英特尔公司 它这个股价的情况来进行分析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内容呢,是这样的啊 说8月5日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 延续上周下跌趋势 英特尔股价在盘前交易阶段走低 开盘后,该公司的股价跌幅一度达到了10% 截止到发稿 为了控制资本支出 26,创下了自1982年以来 单日最大跌幅的记录啊 在近期发的员工的备忘录当中 基辛格称 我不会幻想我们面前的道路会一帆风顺 未来还会有更多艰难的日子 接手英特尔以后呢 基辛格一直将重返领先作为自己的掌握目标 而IDM2.0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抓手 一直是它着力倾注资源的方向 此前它为英特尔定下了4年5个节点的规划 而眼下呢,随着行业迈入人工智能时代 英特尔又将AI芯片的代工计划纳入了IDM2.0战略 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拼的是纸争朝夕 但随着蓝图越描越大 英特尔为之投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截止到今年第二季度 英特尔的现金储备是112.9亿美元 但是流动负债却高达320亿美元 基辛格释出的一揽子调整方案主要针对的是英特尔当前的财务状况 财报发布以后,它在电话会议当中承认 第二季度的财报表现的确是令人失望 他称收入没有如预期般增长 而且还没有充分受益于人工智能的强大趋势 我们的成本太高,利润太低 他这样说 财务方面呢,从单季度来看 英特尔的亏损扩大 主要是受毛利率闪崩的影响 二季度该公司的毛利率是35.4% 环比下滑5.6个百分点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42.1% 对于毛利率大幅下滑 公司给出的原因是受AIPC产品的增加 晶圆工厂的过渡 以及其他非核心业务费用的影响 需要注意到 研发费用是英特尔非核心业务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公司第二季度的研发费用高达42.36亿美元 同比增长6.6% 而研发费用率也达到了33% 这几乎已经追上了公司该季度的毛利率的水平 纵览以往财报数据 英特尔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毛利率水平 曾有过超50%的表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数据呈现出整体波动下滑的趋势 这除了与半导体行业的周期性波动有关以外 英特尔在先进代工方面的大力投入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指标的走向 据记者书里 自2022年第一季度之后 英特尔的研发费用率就攀上了20%的平台 并持续走高 即便在2023年初公司穿越半导体行业周期时 这一数据也始终保持在不低于25%的水平 尽管英特尔雄心勃勃 但由于4年5个节点及路线远禁 生态构建以及产能扩建等巨额的投入 英特尔披露其代工业务2023年亏损70亿美元 比前一年52亿美元的运营亏损金额更大 咱们是外行哈 但是呢 说到这呢 我就想啊 这与美国制裁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吧 对不对 本来这英特尔应该可以从中国拿到很多的业务 那美国政府呢打压中国是不是 不给中国加工 那他这英特尔直接就受损失肯定巨大呀 对不对 再加上呢 中国现在也在投入啊研发呀 我以后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对任何人的依赖对不对 就是他失去了这部分这个业务恐怕永远失去了吧 英特尔现在下滑成这样 还有机会再重新崛起 还有机会吗 我认为可能是够呛了吧 即便是美国政府不再和中国做对了 我估计呢 因为中国自身啊竞争能力的提高对不对 也使得英特尔呢没有办法再恢复 那个市场一去可能就不复返了呀 好这是这篇文章啊 对于英特尔的这个分析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股灾啊 黑色星期一 它不光是英特尔啊 我们来看一下呢 另外一篇文章啊 另外一篇文章呢 就来自于证券时报网啊 这个呢就更专业了 我们来看一下专家呢是如何说的啊 这篇文章是呢 黑色星期一全球暴跌原因找到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就是全球暴跌是一个什么情况 再有的是呢是什么原因啊 文章说呢 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继续蔓延 今日午后啊 就是8月5号的午后 中国的8月5号的午后 就是美国的凌晨了对吧 说今日午后啊 亚太股市暴跌啊 日股继续重挫 韩股暴跌触发熔断机制啊 我看到的是日股和韩股啊 全都触发这个熔断机制啊 熔断还不止一次啊 然后说呢 受亚太股市暴跌影响 每股盘前大跌 特斯拉跌超6% 英特尔跌近4% 美光科技跌7.3% 高通跌3.15% ADM跌3% 微软跌4.2% 台积电跌8% 英伟达跌8.2% 日韩双双熔断 8月5日日经225指数 跌超12% 失手3万2千点 抹去了近年以来 所有的涨幅 单日创下史上最大下跌点数了 超越了1987年10月 所发生的黑色星期一的记录 日本财务大臣林慕俊一 在回应股市暴跌时表示 股票价格由市场决定 对于政府而言 重要的是平心静气做出决定 韩国股市也出现了暴跌 韩国KOSPI指数下跌8% 触发熔断机制 交易暂停20分钟 韩国创业版纸暴跌8%以后 触发了熔断机制 欧股的股市期货大幅下跌 德国DAX指数期货跌1.03% 法国CAC40指数期货跌1.7%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期货下跌1% 英国富士100指数期货下跌0.5% 受外围股市暴跌影响 跨境ETF指数下错 日本东正指数ETF513800 日经225ETF513880 其他都是这些数字 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是什么原因呢 说从消息面上来看 全球恐慌情绪蔓延的主要原因有三个说事 一是呢美国就业数据疲软 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最近我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公布了这个就业数据之后啊 很多人都在讨论美国经济衰退的这个问题啊 说是呢美国劳工部上周五的时候啊 也就是8月2日公布的7月就业统计数据显示 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低于市场预期 失业率也上升了 受美国就业统计数据拖累 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减速的警惕情绪升温 美股同日出现暴跌 亚太市场上投资者的避险姿态加强 二是呢巴菲特大量的抛售股票 苹果持仓腰斩的消息在周末刷屏 加强了市场对美国股市见顶信号的大讨论 第三是就是呢日本突然加息 导致了全球资本套息交易的大逆转 之前日元的利率低 全球资本借了低息日元 换成美元等其他的货币去投资高利率国家的资产 日本央行突然加息缩表 把全球资本的套息交易全部打断 日元汇率暴涨导致全球资本去杠杆 相继卖出股票偿还日元 这个操作引发了日本股市的大崩盘 同时抛售恐慌蔓延至全球 我们是老网友朋友呢对这个金融懂多少啊 这个分析出来的三方面原因啊有道理吗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讨论一下啊 就是啊乌克兰这个小丑总统啊 再一次的出丑了 他呢在这两天接受法新社的访问的时候呢 说了一些话啊关于中国斡旋的这件事情啊 他说了一些话啊很多的中国人表示说你真是想多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都说了什么 法新社呢是这么报道的 法新社说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啊周二的时候啊 这应该上个礼拜了啊 上礼拜二的时候在乌克兰西部啊 接受了法新社等多家法媒采访时说啊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说啊 俄罗斯必须派代表参加第二次的峰会 否则我们不会取得任何重大的成果 既然全世界都希望他们参加会议 我们就不能反对 然后这报道中呢6月中旬啊 乌克兰约大约100个国家啊 括号主要是蒙古啊 在瑞士举行了和平峰会 俄罗斯被排除在外 与莫斯科关系密切的中国也拒绝参加啊 这是背景知识了啊 然后这报道说 泽列斯基总统承认中国是一个关键角色 他呼吁中国向其盟友俄罗斯施压 迫使其结束对乌克兰的入侵 而不是在俄欧之间充当调解人 泽列斯基说呢 如果中国愿意啊 他可以迫使俄罗斯停止这场战争 他补充说 中国属于世界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 就是他的这句话 他就说啊 说我们乌克兰啊 不需要中国来充当调解人啊 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呢 可以迫使俄罗斯停止这场战争啊 那么一时间啊 好多网友在网上说 你泽列斯基啊 你真是想多了啊 其实中国呢就是为了你们好啊 如果是你们愿意的话啊 打下去啊 这场战争啊 他对中国是有利的呀 中国即使没有理由 希望你们停下来啊 其实啊 中国呢给你们调停啊 只不过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呀 是不是 那么再上个礼拜的时候啊 为什么说派那个库雷巴到中国去啊 而且呢 是预留了四天的时间到中国进行访问 对不对 不就是当时呢 就看到美国的大选啊 好像是这个川普啊 就板上钉钉要赢了 对不对 而且很明显的啊 如果川普赢了的话呢 那么乌克兰是不会从美国得到任何的援助的呀 所以说呢 泽列斯基是看不到希望了 然后呢 才希望中国啊 来从中进行调节啊 那么中国呢 一向是愿意来帮助别人的啊 所谓与人玫瑰手留余香啊 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啊 就是说你们打起来啊 对我是不是有利的这点事情啊 如果说从这个角度上考虑的话呢 中国啊应该都美国是的 煽风点火什么的 对不对啊 不愿意跟你们进行这个调节啊 谁提出来说要停火 那么中国呢就会阻止啊 或者是煽风点火对吧 但是中国不是啊 中国呢就是人家有愿意的哈 我们就愿意去成全别人 中国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呢就让那库里巴到中国来了 对不对 来了以后呢 王毅呢也专门安排了时间啊 虽然人家王毅很忙 对不对啊 还等着到东盟去参加东盟和中国的那个 外长峰会呢对不对 所以拿出来了这个三小时的时间啊 跟他进行谈话啊 那谈话的过程当中呢 那个库里巴还说了啊 对中国呢是很欣赏啊 而且呢对于中国和巴西所达成的六点共识啊 也很感兴趣对吧 这是你们说的话呀 然后呢 再说的话呢 可能 王毅呢 反正就看出来了啊 说这个和谈的这个条件和时机啊都不成熟 所以呢 人家王毅呢 就及时的结束了和他的这个会谈啊 四天呢就变成了三小时啊 人王毅就干嘛干嘛去了啊 然后这库里巴就回国了对吧 回国之后呢这两天就放出消息说啊 美国那边哎 又缓和了啊 和欧洲携手呢 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个军援啊 所以他现在呢 又看到了希望啊 就好像一个垂死挣扎的一个人啊 又看到了有一个绳子给他抛过来 就赶紧抓住了啊 这个中国呢就不管了啊 然后说中国啊 不是这个俄欧之间的啊 调解人啊 然后中国如果愿意啊 中国不愿意啊 中国不愿意啊 然后呢 这件好事啊 说中国如果愿意啊 可以迫使俄罗斯想啥呢 真的想太多了 真的是太傻了啊 然后呢 法新社报道接着说呢 西方国家认为啊 北京通过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 向其提供莫斯科军火工程所缺乏的零部件啊 是俄罗斯的工业机器得以向战争经济转型 而且呢 中国当局啊 从未谴责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但他们宣称支持世界各国的领土完整 因此也应该包括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吧 你领土完整你也得说有一个定义啊 是你的领土还是不是你的领土对不对 这个首先得定义吧 然后这个报道说啊 泽连斯基推动的和平协议重点是十点计划 包括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归还战俘并为乌克兰提供能源和经济保障 尽小好事 说在首次的和平峰会上基辅还坚持三点啊 黑海自由航行 这对其经济和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啊 这也是呢 俄罗斯现在呢就给他留了一火口啊 按说呢 俄罗斯啊就把他给封成一个内陆国家就完了啊 结果呢 俄罗斯啊他有他的战略方面的考虑啊 就把黑海那儿呢就给他留了一个口对不对 这也泽连斯基啊痴心妄想啊 说坚持呢黑海自由航行啊 对其经济和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重要是重要啊 你能不能在黑海里面啊有一个航道啊 这完全是取决于俄罗斯的啊 这点都看不明白吗 对不对 然后说呢 让被拘留或者是驱逐到俄罗斯的囚犯和平民返回乌克兰啊 这肯定是没问题啊 停止对其民运用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 这是俄罗斯的工具啊 对不对 那你要是指着俄罗斯的能源的话啊 你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你自己没点那什么数吗 对不对 然后呢 法新社说啊 在采访中 德雷斯基先生 再一次批评了西方盟友 禁止乌克兰使用西方交付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军事目标 他指出此举导致莫斯科军队可以肆无忌惮的从那里轰炸乌克兰 他说这是一个重大挑战 因为我们需要使不能使用西方武器来阻止敌人 泽雷斯基说啊 他正在非常努力的说服盟友 让乌克兰军队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这些武器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仍然对此感到恐惧 说这样做可能引发冲突升级 但是乌克兰总统保证啊 他们不会违反西方的意愿 以免危及未来的援助啊 他解释说 如果我们在未经合作伙伴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武器 那么他们就会说我们不会再给你们任何东西了 这是一种风险 泽雷斯基呢还对援助不足表示遗憾 如果14个乌克兰旅啊 中有三个旅有装备 你认为你能阻止俄军吗 也就是说啊 现在乌克兰呢 他一共14个旅当中啊 充其量就三个旅有装备啊 你如何和俄罗斯来打这个仗呢 报道说啊 据他评估由于基辅缺乏装备啊 俄军自今年年初以来吞噬了数百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这个情况呢 以后会越来越差呀 不会越来越好 然后法新社又说啊 关于这个美国大选啊 对于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啊 可能给乌克兰带来不确定的前景 泽连斯基说 作为乌克兰总统啊 我的团队必须与拜登的团队 特朗普的团队 以及现在哈里斯的团队进行对话 我们需要进行这些接触 讨论如果这个和那个阵营赢的大选未来会发生什么 泽连斯基表示说呢 他确信啊 无论发生什么 美国大多数人都会支持乌克兰 这个呢 的确是啊 因为支持乌克兰不是为了支持乌克兰啊 是为了对付俄罗斯啊 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下啊 长期以来呢 美国对台军售的这件事情啊 让中国政府呢 非常的头疼啊 现在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呢 好像是找到了啊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长期以来呢 美国啊 一直都对台湾进行军售啊 貌似呢 好像中国的抗议啊 根本就不管用 对不对啊 那么从这个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呢 中国啊 就对美国对台军售的那些美国的军火商呢 进行了制裁啊 比如说雷声公司啊 洛马公司啊等等啊 进行了严厉的制裁 并且呢 对他们处以高达990亿美元的这个巨额罚款啊 并且呢 还说啊 如果他们不按期交纳这些个罚款的话呢 中国还会升级对他们的制裁啊 结果呢 到期啊 他们根本就没有交纳这些罚款啊 貌似好像是中国被打脸似的啊 中国好像也束手无策啊 但是呢 中国就按照之前所保证的那样啊 那么在到期之后 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 中方就升级了对他们的这个制裁措施啊 禁止他们继续与中国进行任何的进出口的贸易活动 那么有的人呢 就说啊 这些个军火公司呢 他们也不和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啊 他们的那些军火啊 也不忘中国骂呀 哈哈 中国是制裁 不是制裁了个寂寞吗 然后呢 一直到2023年的12月份啊 果不其然 美国呢 再一次的对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军售 对吧 那么这其中呢 就包括美国的一个军火公司 叫卫讯公司啊 包括卫讯公司 还有其他的四家啊 军火相关的这个巨头啊 都参与其中啊 为台湾的军队呢 提供电子战系统和数据类尔的服务啊 那么于是呢 中方啊 就在2024年的月份 又宣布了一个 对美国这个卫讯公司等这五家公司啊 进行制裁 就包括呢 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资产 禁止他们继续与中国进行任何的商贸活动 那么中国的这个举措呢 用中国外交部的话说呢 就是啊 完全正当合理啊 并且呢 是应该的 这展现了中方 维护主权安全和完整的决心啊 那么这第二次的制裁啊 会不会和第一批那制裁一样呢 就制裁了个寂寞呢 正在中国人呢 在恍惚的时候 哎 最近呢 就传来了消息了啊 这第二批的制裁当中啊 最大的这个公司啊 美国卫讯公司啊 现在呢 向中国低头认错了 说我们啊 和台湾啊 进行这个军事的合作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啊 我们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合作啊 我们还是希望和中国大陆进行合作啊 希望呢中国大陆啊 能够原谅他们啊 给他们这个纠正错误的机会啊 那么这两天呢 就传来消息啊 中国呢就做出来决定啊 撤销了对这个公司啊 美国卫讯公司的制裁 那么为什么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据报道啊 这个公司在被中方制裁之前呢 在中国啊 是有着相当可观的业务的啊 比如说呢 他们和中国的卫星通讯集团啊 又合作 为中国的航空公司提供机上的WiFi服务 和四川航空有合作 提供机上的互联网设备 他们呢也向中方的远洋船舶有合作 提供远洋卫星通信服务 就说啊 中国制裁他以后啊 他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这些个合作啊 就全部都停了 他因为长期和中国在这些方面有合作 有这个贸易往来 所以他在中国呢是有资产的 中国是可以按照这个制裁手段 冻结甚至没收他这个资产的 所以呢 这个公司啊 现在就跪地求饶了 因为他痛了呀 因为他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了呀 另外呢 据报道啊 这个公司 他不仅在中国制裁他的时候呢 他的业务都停了 他的资产呢被冻结了 而且呢 他在中国的这个员工啊 他们的工资啊 还有和合同方啊 他应该付出的金钱啊 他都应该付啊 照付啊 所以他的损失很大 不仅如此啊 据报道说啊 被中国制裁之后啊 他的股价几乎腰斩了 被制裁之前 他的股价呢 是29美元 将近30美元一股 那么被制裁之后呢 他的这个股票几乎腰斩啊 降到了16美元 你说他损失得大吧 他就面临两个选择啊 一个是呢 你就配合这个美国政府啊 给台湾提供军事方面的服务 另外一个呢 你就选择这个中国市场 你选择什么嘛 对不对 那衡量来衡量去啊 那肯定是选择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现在在中国大陆呢 引起来很大的反响啊 这就是第一个中国制裁之后呢 向中国认错的一个公司 那么其他的公司 为什么没有认错呢 肯定是中国没有动真格的 对不对 肯定是 那这个奏效以后呢 以后中国就会对其他的公司呢 我也对他们动真格的 我对你一动真格的 你就得老实啊 对不对 那么中国啊 之前是不明白这道理吗 不可能 不可能不明白这道理 对吧 在做出来对他们制裁之决定的时候呢 中国肯定是能够看到啊 我这么做后果什么 我那么做后果什么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 是不是就受不到效果啊等等啊 中国政府肯定是知道的啊 什么时候动真格的 什么时候不动真格的 动多大程度的一个真格的 对谁动真格的啊 中国都得掌握这个度啊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首先呢 是关于俄乌冲突的消息啊 第一条消息呢 就是乌克兰方面公布说啊 西方呢 支援他们的这个F16战机啊 已经是到达了啊 说是感谢丹麦 感谢荷兰 感谢美国啊 就是DP到达了几架啊 泽列斯基呢 并没有说 但是呢 有乌克兰的媒体称啊 说7月底啊 到达了10架 年底呢 还会到达10架 那么俄罗斯方面啊 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之前的时候说呢 说这些战机啊 来了以后很快呢 就会变成这个废铁啊 那么如何能变成废铁呢 俄罗斯方面呢 据说现在啊 对全军进行雪赏 如果说呢 飞机给它打下来了啊 说赏多少多少啊 高射炮打下来了 赏多少多少啊 排击炮打下来了 赏多少多少啊 反正呢 都有赏金啊 谁打下来的这个F16战机 都有赏金的啊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啊 所以呢 现在俄罗斯军队里面啊 可能啊都在摩拳擦掌啊 都在琢磨啊 哎我如何啊 能击落一架F16战机吗 另外呢俄罗斯方面呢 还威胁说啊 如果你这些战机啊 可以挂核弹的话 那么我俄罗斯就要部署这个核弹了啊 反正呢总之一句话啊 就是美国和西方呢 做出什么样的行动 俄罗斯呢就会做相应的一个对应啊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呢 不太敢让乌克兰使用他们的武器 就是一步到位啊 就不敢给他远程的导弹 也不敢让乌克兰呢使用这些个中远程的导弹 去攻击俄罗斯的境内啊 第二个奇怪的消息啊 就是这个乌克兰宣布说呢 他们呢袭击了在黑海啊 黑海舰队那里 在船路里面进行修理的俄罗斯的潜艇 这个潜艇呢叫什么 顿河畔罗斯托夫号啊 那么这个乌克兰就是说呢 他们把这个潜艇啊给他击中之后啊 迅速的这个潜艇就沉没了 那么这个消息呢就引起来了全世界的疑惑啊 说不对啊 这个潜艇不是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已经被你们击沉了吗 怎么现在又击沉一遍呢 那么后来呢乌克兰就解释啊 说上一次的时候呢 把这个潜艇啊 只是给他打了一个大洞啊 完了以后呢他们又修好了 所以呢 现在又再一次的对他进行攻击进行击沉 那外界仍然是怀疑啊 说可能吗 你把他打成一个大洞啊 黑海舰队这一块呢 基本上把这些设施啊 乌克兰给他破坏的差不多了 他也不具有修复的能力啊 能给他修好吗 即便是给他修复啊 能修复到可以投入战斗 有战斗力的程度吗 反正啊不管怎么说了 人家乌克兰呢就发布消息很厉害啊 又把那个潜艇啊给他击沉了 我分析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年的时候呢 乌克兰确确实实对这个舰艇呢 形成了一个破坏啊 但是呢之后啊 俄罗斯也没有能力对他进行修复 为什么这次又给他打沉了呢 就是乌克兰呢 他得有点战绩出来 打别的打不了啊 就把这个打沉了 抱抱公不行吗 是不是也是一个功劳啊 确实是上回没沉 再回沉了呀 然后呢据乌克兰自己说哈 说现在哈 乌克兰可以远程作战了 不知道怎么打的啊 说是对这个俄罗斯呢 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啊 进行了袭击啊 这个咱们不知道他怎么袭击的 派人过去吗 派小分队过去吗 这个还不是很清楚啊 但是呢 有另外的一个消息 非洲的国家马里啊 宣布说呢和乌克兰啊断交 为什么和乌克兰断交呢 是因为乌克兰参与了去年的时候 然后呢 瓦格纳军团在马里啊 中了埋伏被伏击啊 死了一百多个人的那个事件呢 说跟乌克兰有关啊 乌克兰近日公布说呢 那次的伏击事件啊 是乌克兰给当地的武装组织 提供的情报 所以说呢 马里啊就和乌克兰断交了 乌克兰有这些能力吗 会不会是吹牛啊 但是呢 毕竟是啊 瓦格纳军团 确确实实是去年的时候 中了埋伏 死了一百多个人 但也有可能呢 这个情报是美国提供的啊 现在呢 就是为了让乌克兰露个脸儿 所以呢 这个功劳就让给乌克兰了 也有这可能性吧 接下来呢 再说一下中东啊 哈马斯的领导人啊 在伊朗啊 被暗杀之后 就是呢 是怎么暗杀的这件事情呢 今天啊 伊朗的革命卫队啊 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 说哈尼亚啊 他是住在这个宾馆的四楼啊 是从外面来的这个导弹 攻击了他这个房间 那么爆炸之后呢 就造成了这整个房间的毁坏啊 那么哈尼亚和他的保镖呢 双双身亡啊 之前的时候呢 有纽约时报说呀 说呢 是被之前在这个房间里面 事先安置好的这个定时炸弹啊 经过远程操控爆炸而炸死的 那么伊朗的革命卫队说呢 这纯粹是谣言啊 胡说八道 现在伊朗方面呢 正在和他们的盟友啊 在协商啊 在商量 制定一个报复以色列的计划啊 反正就发誓说呢 这次对以色列的这个报复呢 一定要是有力的啊 智慧的 让以色列呢感觉到痛 让以色列呢觉得后悔了 做了这件事情啊 那么以色列现在呢 也是非常紧张的 以色列呢 现在说已经做好了准备 应对伊朗采取的任何的军事行动啊 那么以色列的军方表示说 如果有证据啊 发现这个伊朗要采取某一种军事行动的话呢 也不排除以色列会先发制人 和上一次是一样的 另外美国啊 开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啊 十几个军舰啊 开到了中东地区啊 而美国的说法呢 也自相矛盾啊 一会儿呢 他就说到那个地区呢 不是为了打仗呢 是为了震慑的 另外一方面又说啊 是为了保卫以色列的 到底打不打仗呢 到底是壮胆呢 还是真的要参与打仗呢 还有呢 今天啊 约旦的外长啊 到伊朗去访问 去之前呢 已经和伊朗方面呢 通话两次了 约旦啊 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来往啊 据说是有二十多年 没有进行这样的来往了 这是第一次啊 伊朗新任的总统 还接见了约旦的这个 他叫外相啊 不叫外交部长 叫外相 现在伊朗新任的总统啊 之前的时候呢 说他是一个亲美派 对吧 温和的亲美派 那么现在他的态度呢 也变了啊 变得非常强硬 说以色列呢 一定要为他的这个 愚蠢的行为付出代价 美国一定得负这个连带责任 也非常的强硬 另外伊朗方面呢 经过调查 现在呢 已经逮捕了二十多个人 这里面呢 有一些是他的情报高级人员 还有一些是他军队的高级官员 其实呢 从战略上来说啊 以色列的这个行为啊 是不明智的 起码来说呢 是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 因为目前的这个伊朗啊 尤其他的新总统啊 他上任之后 他不会太和美国作对 你要是有能力搞这个定点清除的话呢 还不如定点清除那个哈梅里伊呢 定点清除哈梅里伊 然后呢 剩下来的就是亲美派 还有呢 这次抓起来的这二十多个人啊 情报部门啊 还有军队啊 这都是一些亲美派啊 都是以色列的人呢 对不对 你要这样一来的话 这些人不就都损失了吗 如果没有这次事件的话 这些人是不是全都是有力的内应啊 将来如果没有了哈梅里伊啊 如果如果亲美派占了上风的话呢 那在伊朗搞个颜色革命啊 也是有可能的呀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认为啊 这次事件 虽然说是清除了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啊 但是呢 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说 对于美国的大战略来说 是得不偿失的 再有事啊 就是哈马斯啊 能有个完吗 就是你这一次的这种啊 种族灭绝啊 那些小孩一天到晚呢 看着你以色列啊 杀他们的父母 杀他们的同伴 对不对 那这些小孩长大了以后 他对以色列 对美国得有多仇恨啊 他们这仇恨将来 再出来个哈尼亚什么的 那还是事啊 那根本就不是事啊 一个哈尼亚倒下 得有多少个哈尼亚站起来啊 好 然后再说说美国的大选啊 本来呢拜登和川普啊 他们已经约好了 由ABC啊 在9月几号的时候呢 要进行一场辩论 那么现在拜登退选了啊 按说呢到时候啊 川普呢就和这个哈里斯啊 进行辩论啊 但是呢现在貌似啊 川普啊害怕哈里斯啊 因为呢他不同意和哈里斯进行辩论啊 他说啊他约的是拜登并不是哈里斯啊 说哈里斯要跟他辩论的话呢 就到福克斯电视台 那福克斯电视台是特别的反民主党的 那哈里斯肯定是不同意啊 反正总之一句话啊 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川普他竟然是怕哈里斯 哈里斯其实他没脑子啊 经常是面对记者的时候被问的张口结舌 词不达意啊 说话逻辑性啊 你别看他以前是一个检察官 但是他说话的逻辑性啊 挺差的 脑子反应不行 好下一条新闻呢 是这个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的大选啊 结束了 那么马都罗呢又再一次当选啊 果不其然啊 美国就不认啊 不承认马都罗当选啊 说马都罗啊 在选举过程当中啊 有作弊啊 新闻 美国一贯的就是啊 别人如果选出来一个他不喜欢的啊 就是作弊啊 然后他自己的那个大选啊 他自己人就是说作弊啊 就是没有啊 下一个新闻呢 是朝鲜啊出事了啊 朝鲜呢 住古巴的一个外交官员啊 叛逃了 叛逃到了韩国 完了以后呢 他就大接这个朝鲜外交内幕啊 他说朝鲜啊外交 重点呢 是放在俄罗斯 日本 美国 请注意啊 这里面并没有中国啊 俄罗斯 日本美国啊 还说如果川普上任的话啊 金三胖呢 会重启和美国的这个核谈判 说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就只有一个啊 就希望呢 美国能够解除对朝鲜的制裁 那川普呢 听到这话以后呢 就顺杆爬啊 川普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啊 他和金正恩的相处啊 非常的融洽啊 说金正恩呢 很听他的话呀 他当初呢 就是他和金正恩呢 见面之后啊 跟金正恩的来往 他阻止了金正恩的来往 金正恩发射导弹啊 他还说呢 这个金正恩啊 非常想念他啊 还记得吗 他当总统那会呢 经常从兜里面 就掏出一封信啊 说是那个金正恩 写给他的信 还记得吗 然后这个川普啊 他说了一个大实话啊 他说是韩国朝鲜 日本菲律宾啊 说让亚洲的矛盾加深啊 让亚洲现在呢 是处于战争的边缘啊 让世界处于战争的边缘啊 说如果他胜选的话呢 这些就都不是事啊 这些他全都能够化解啊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越南啊 越南共产党这个中央总书记 软富重去世之后啊 越南又选出来了一个新的总书记啊 他叫苏林啊 苏林呢是软富重的学生啊 那么他当选之后啊 就表态啊 就一系列的表态啊 那其中关于外交政策呢 他表态说呢 外交政策将会延续软富重的那个外交政策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啊 那么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输一口气啊 原因呢就是啊 软富重之前的时候和中国签署了一个 中越命运共同体 对不对啊 完了以后呢 软富重这一去世啊 这个越南就有点反目 对不对啊 然后像联合国呢 还提出来一个要求认定什么大陆架的界限 还有呢 说要和这个菲律宾合作啊 就大有这种搞事的这种架势啊 那么现在哈 这个苏林啊 当选了总书记以后啊 说外交这个不变啊 那么和菲律宾合作等等这些事啊 到底是还做还是不做呢 估计可能是不做了啊 如果是不做呢 那是谁做的啊 那么我们看到苏林啊 当选的同时就接受了 包括他们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多个人的辞呈啊 就是说他们越南啊 内部是有这个不同的派别的 那些人估计呢 就意见不一啊 就干不下去了 就辞职了 我们希望越南啊 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不要像这个菲律宾似的 被美国拖下水 好我这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